约书雅记第十九章 为西缅,就是为西缅之派按着家族抽出第二签 他们的产业是在犹大人的产业中间 他们所得的产业有别士巴、士巴、摩拉大、哈萨书雅、巴拉、以森、伊利多拉、比土利、 和尔玛、喜格拉、伯玛加伯、哈萨苏萨、伯利巴乌、沙鲁显 共十三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雅音、利门、仪铁、雅山 共四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以及这些城周围所有的村庄 直到巴拉比尔 就是南地的拉玛 这就是西缅之派按着家族所得的产业 西缅人的产业是从犹大人的地业中得来的 因为犹大人的粪过大 所以西缅人在犹大人的产业中得了他们的产业 为西布伦人按着家族抽出第三签 他们产业的境界去到撒利 他们的江界再向西上到马拉拉 直达大巴赦 再去到约念前面的河 又从撒利向东转到日出的方向 去到吉斯律塔伯的境界 又伸展到塔比拉 上到亚非亚 又从那里往东面日出的方向 经过加特西福到以特加逊 临门再伸展到尼亚 又绕过尼亚的北面 到哈拿顿直通到伊福塔伊勒谷 还有加塔 拿哈拉 孙伦 以大拉 伯利恒 共有十二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这些城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就是西布伦人按着家族所得的产业 为以萨加 就是为以萨加人按着家族抽出第四签 他们的境界包括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这些城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就是以萨加之派按着家族所得的产业 为亚瑟之派按着家族抽出第五签 他们的境界包括黑甲 哈利 比田 鸭萨 亚拉米勒 亚末 米沙勒 向西直达加密和西河利纳 又转往日出的方向 到博大馆 延伸到西布伦 向北去到伊弗塔伊勒谷 伯以墨 和尼叶 又伸展到加布勒的左边 到伊伯伦 利河 哈门 迦拿 直到西顿大城 又转到拉玛 直到设防的城 推罗 再转到和萨 直通到海岸 靠近雅各西的地区 又有乌玛 雅福 利河 共二十二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这些城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就是亚舍支派按着家族所得的产业 为拿夫塔利人抽出第六千 就是拿夫塔利人 按着家族所得的产业 他们的疆界是从西利弗 从萨拿因的橡树林 从亚大米尼吉和亚比涅起 去到拉贡 直通到约旦河 又向西转到亚斯纳他伯 从那里伸展到护戈 南边达到西布伦 西边达到亚舍 东边达到约旦河那里的犹大 设防的城有 西丁 侧尔 哈末 拉甲 基尼列 亚大马 拉马 夏索 基蒂斯 以德莱 尹夏索 以利尹 密大伊勒 和莲 伯亚那 伯士脉 共十九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这些城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就是拿弗塔利支派 按照家族所得的产业 为弹支派按照家族抽出第七千 他们产业的境界包括 索拉 乙石桃 伊尔士脉 沙拉宾 亚亚伦 伊提拉 乙伦 亭拿他 乙格伦 伊利提基 基比顿 巴拉 伊胡德 比尼比拉 加特林门 美耶坤 拉坤 和约帕对面的地区 弹人未能控制他们的境界 因此他们就上去攻打利扇 夺取那城 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 他们占领利扇 就住在城中 以他们祖先弹的名字 把利扇改名为弹 这些城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就是弹支派按照家族所得的产业 以色列人按照江界 把地分完了之后 就在他们中间 把产业分给难的儿子约书亚 他们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把约书亚所要的城 就是以法连山地的 亭拿希拉给了他 约书亚就修建那城 住在城中 以上就是以利亚萨祭司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以及以色列人各支派的组长 在世罗会幕的门口 在耶和华面前 借着抽签所分的产业 这样他们就完成了分地的事